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学习IT项目管理方面的一些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下课程的大纲 好 在上一节课程里边 我们在上一节课程里边 我们去讲了一下项目设计评审流程规范 我们讲了一下我们那节课的目的 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再讲了一下这个评审的流程 包括这个评审材料的准备 预评审 评审会议以及后续的一个记录 第三个我们再给大家看了一下 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评审专家人员的一个名单的一个模板 相信大家对这三点 对这整个这个设计评审流程规范 有了自己的一个认识 最后我给大家布置了这个客户的作业 那截止在第五讲 那我们已经讲完了在项目的计划阶段 你讲的这个项目计划流程规范 我们下这个第三点就是项目实施阶段 那这个点我在刚开始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这个课程大纲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过 那这个阶段是我们整个项目管理里边比较重要的一点 也是我比较重要的一节 也是整个项目管理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大节 所以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 在项目实施阶段 我们跟踪项目进展情况的一个讲解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纲 项目实施阶段 跟踪项目进展的情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一个目的和简介 这节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研发 我们在我们这个项目实施阶段的管理制度 和它的一些要的一些规范 那通过本节课程的我们这个学习 我们最终我们要提高部门在项目管理 跟踪项目进展情况的过程中 管理项目的质量和管理水平 促进我们这个项目管理的科学化 科学化 规范化和它的法治化 好 这是第一点 我们这节课的一个目的和简介 好 再来看一下第二点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跟踪项目进展的一个重要性 那就是在工作中 我发现很多这个项目经理 或者说这个leader 他对这个跟踪项目进展 他不是说看得很重 所以我来给大家找了一下 找了一张这么一个漫画 我来看一下这张图 那在这个漫画里边 这个事情 然后推着这个人往前走 然后这个人还说 你使这么大劲干嘛 其实这是一种很错误的一种做法 在这个做项目的过程中 我们这个项目经理 或者说这个leader 我们做事要找到一种节奏感 所谓的这个节奏感就是指你这个项目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 我们朝着哪个方向 朝着哪个大方向去前进 那在某个时间阶段 我们节点我们需要完成的一个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这个项目是在我们的一个把控的范围之内的 他不会偏离我们整个轨道的 也就是说我们推我们要推着事情 推着事情往前走 而不是说啊 被事情推着走 好 那看了这幅图 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感性的认识 那在这几年的工作中 我发现很多职场新人就抱怨 或者说有一两年经验的人就抱怨 这个项目太乱了 他刚开始来嘛 就抱怨这个项目太乱了 我都不知道现在项目做到什么程度 接着是往哪个方向进行发展 其实不论是项目的力道 还是说整个参与整个项目的参与人员 项目一旦超出了我们的把控 一旦偏离了我们既定的那个原始轨道 那他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远的 我们再想回到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 往往是一件比较头疼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一个好的项目经理 或者说一个好的leader 对整个项目我们要进行跟踪进展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性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一下 这个点跟踪项目进展的重要性 好来看一下这个第三点 跟踪项目进展的一个讨论 那在这一点里边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 就是说这个跟踪项目进展 我们到了某一个程度 我们希望到达了一个程度以后 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东西去标准一下 去规范一下 或者说是去评价一下 这个跟踪项目的进展 好 那根据我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 主要分成这么三点 第一个就是里程碑 对多数项目来讲 里程碑不是没有 而不是不够重视 它是作为一种过程控制的手段 项目经理或者leader的观念 应该是这个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 所以我们在这个做项目实施阶段的时候 我们这个里程碑 我们应该进行足够的重视 第二个就是一个量量化的考核 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类kvi的 这么一个考核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所有的里程碑节点 都应该都应该对应某些交付 而这些交付必须是可以量化验收的 大家注意一下 这这块我们强调一下 这个我们要量化验收 而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体现在这个项目的计划文档中 文档中 这里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 并不是说每一个里程碑都要都要都一定要正式验收 我们根据情况的不同 我们来进行验收 但总的来说 每一个里程碑我们是否按时做完了 是否按照我们既定的计划去进行了 必须是说清楚和没有歧义的 也就是说可以验收 第三个就是这个绩效体系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kpi 公司里边都会有kpi 比如我们在开年的时候 我们会写一下上半年的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工作 就是上半年的kpi上半年的绩效 在6月份的时候 我们会对自己上半年的绩效 领导或者说是领导会对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我们自己也会对自己进行做一个一个自我的一个点评 接下来就是写在到7月份的时候 我们写下半年的一个绩效的一个点评 一个考核 这个和他们那个有点类似 在这个绩效体系里边 有时候我们这个项目经理或者领导会抱怨 很多该做的事 比如说文档没有人做 其实换一个角度想 如果没有影响的绩效体系 换成谁都不会做 针对项目工作的绩效体系 必须是针对过程的 也就是上面我们讲的这个里程庇 而不是说只对这个项目的结果 严格的来说 项目经理或者说是 所有参与整个项目的人员 他们的所有的浮动收入 就是说这个项目做完的一些奖金 都必须和项目里程庇的完成有一定的关系 都必须和这个绩效的kpi进行挂钩的 那这个绩效体系 好多就是说 好多人就是对这个绩效体系 而认为他有很多的诟病 他束缚了员工的这么一个发展 但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 他激励员工对员工 就是自己做好一个本身自我的一个规划 是非常有有有意义的一个一个东西 好这就是第三第三个小节 我跟大家讨论的在项目实施阶段 项目进展情况 项目进展过程的一些情况的一些讨论 好那讨论了在上面跟大家讲了讨论了这个 明白了这个跟踪项目进展的重要性 其他的一些讨论 你再来再看一下 控制项目进展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 这就是我们具体的我们应该去怎么去干 来看一下项目leader或项目经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应根据收集的信息了解项目的进展 及时的发现偏差和问题 并及时采取纠正或预防措施 同时项目经理应以收集的信息为依据 向项目关键关系人定期发布项目执行状况报告 那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我们在团队内部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 有第一个就是定期项目内报告 公司里边会分各种不同的部门 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我们部门 就是说每周五下班之前 进整理项目周报 发给项目leader或者是项目负责的领导 以及他的一个全体参与的人员 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开这个项目的例会 项目例会目的是了解项目的整个执行状况 协调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矛盾 因为在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 你不会 有很多东西是你不可预知的 不可去 怎么说呢 就是规避的 比如说你这个人员的变故 人员的离职等等 随时会发现偏差 那我们就需要进行及时的调 及时采取纠正的这个措施 从而保证整个项目能够按照计划顺利的完成 那这里边建议的是项目例会建议每周定期 每周四下午进行举行并发送会议纪要 这个时间我们根据部门不同而定 这个没有我说 特别的一些运行要求之类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面谈 面谈是一种很随便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在工人上 我们都可以 和整个项目参业的人员 我们可以去面对面的交流 在办公区走廊间 或者吸引间进行 面谈不仅是一种直接获取信息的方式 同时也是一种增加了解释放抱怨的一个渠道 它不像说我们这开会这么正式 我们可以随便聊 同时了解一下同事们最近的一个心态 一些情况的改变 好 那再来看一下第四个就是项目管理系统 通过项目管理系统自动报表了解项目机的情况 在我们团队里边我们使用的是toto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系统 那我希望我把这个系统推荐给大家 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出租系统 就是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流程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们参与整个项目的人员 我们会上这个系统 然后把自己今天或者说整个星期 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东西 我们往上写上去 然后罗列书 我们要干哪些哪些事 然后哪些哪些这些事 我们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干完了以后 我们去打一个追勾 那整个这个项目经理或者这个项目 leader 就会直接登上这个系统 他就会看到所有参与人员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过程 他最近是在干什么 就这个系统还是比较好的 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 好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那在本节的课程中 我们讲了一下 这个项目实施阶段 跟踪项目的进展情况的一个一个一个知识点 我们讲了一下这个目的和简介 好 第二个我们讲了一下这个项目进展的控制进展的一个重要性 我相信通过这个办法以后的讲解 大家有了自己的一个感性的认识 好 第三个就是给大家和大家讨论了一下这个跟踪项目进展 我们要定的一些标准 我们去怎么去考核 这是第三点 那在第四点里边 给大家推荐了一下这个控制项目进展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 就是这么一二三四 这是四点 希望大家下去可以理解一下 好 那这就是本节在项目实施阶段 我们怎样的去跟踪 控制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就是本节我要讲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一点 一一点 客户作业 我要理解一下我们本节课所讲的一些内容 那这节课的这些东西我 不希望大家 就是写成一个书面的文档 而是说我在整个项目实施阶段完成了以后 我希望大家会给大家一个知道 完成一个书面的文档 第二个就是复养下一节我们项目实施阶段 你怎样去管理项目执行状况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这一节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好 同时还是 朋友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真地完成 我上面所布置的两个任务 好 那本节课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节我们再见 好 谢谢